觀眾朋友 兩天前呢 在國道高速公路上 兩名國道警察攔下了一台違規 那現在看起來 他的違規呢 應該是所謂的占用中線 把他攔下來之後呢 很不幸的後面呢 有一台大型的大貨車 他打瞌睡了 他連續上班了二十二天 精神不計 從後面直接撞上來 導致兩名員警不幸殉職 其實對很多很多人 都會有這樣的經驗 譬如說你開的高速公路 你就開很快 譬如說開一百 開百一 就在數線範圍內 有時候會超過數線一點點 後面那個大貨車 或是大貨車 就這樣收一下就過了 怕你就死了 還是說你可能開得慢的時候 後面一直在閉營車 沒有就把你叭叭叭 沒有就把你閃大燈 又或者是說呢 這一種所謂的超速 或者是逼車 或者是打瞌睡 這個情形呢 說實在大家都有遇到的 這些經驗 可是呢 是真的只有單一事件 是真的這兩名員警 太不幸 太倒楣嗎 還是說呢 這是很普遍的 大貨車的一些情形 我們今天做了一些研究調查 有幾個其實也不是少數 應該是很普遍 這種開大貨車 一薪水多少 三千兩百塊 還會四千塊 一個月喔 不是一天喔 一個月 它的底薪呢 就是三千出頭 它怎麼賺呢 算燙的 所以才會有說 連續二十二天 都沒有休息 然後從下午 一直開 一直開 開到三更半夜 再開到凌晨 撞到了這兩名員警 真的是制度殺人嗎 為什麼 包括我們的勞動部 包括我們這些 政府單位呢 明明知道說 這些大貨車 他們的底薪 少到不像話 少到完全違反 勞基法 可是呢 長期以來 都沒有積極的 這些作為 長期以來 逼得這些大貨車的 司機們呢 要疲勞駕駛 要用命來換錢 只是這一次的命呢 是別人的命 來換他的所謂的 基本的薪資 今天好好來談一下 在兩天前那一場 在國道上的悲劇 到底根本的原因是什麼 制度又該如何改變 來介紹今天四位 特別來賓 首先歡迎是 已經開大車 開了二十五年的 連結車的駕駛 同時他現在也是 臺灣汽車貨運 暨駕駕駛產業工會的理事 蔡興吉 蔡大哥你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你開了二十五年 對 你曾經打過瞌睡嗎 有 但是很少 打瞌睡 超速 B車 站中線 甚至站內側 這是常態嗎 不是說你啦 一般你 你看到 其實沒有像大家想的那麽可怕 一般大車也是很守規矩的 但是你們都算燙的對不對 對我們算燙的 如果那個月 你生病請病假 你的薪水就是三四千塊 如果整個月的話 對啊薪水就是底薪加一些 那麽可怕可能就是一萬塊不到 我還要加麽可怕 底薪就是三四千塊 對啊 這個是單一的公司 還是普遍在這種大貨車 都是這樣 其實在這個 在汽車貨運 貨運業 尤其是貨櫃運輸業 你可以去查看看 其實現在上市貴的公司 含其子公司 有多少公司的 司機底薪超過二十二K的 這個不難查 對不對 了解 等一下再多請教一些細節 然後我們再歡迎是 臺北市的交通警察 市民警 民警大哥 各位觀眾大家好 再來歡迎是 馮甲大學運輸與物流學系的 副教授李克松 李老師 大家好 臺灣交通安全協會的理事 王俊傑 王大哥 大家好 先來請教一下 那個李老師跟民警大哥 我們來看看第一張 這個是中央社的制圖 那有一些重要的資訊 也許從這張圖就可以看到 這一台車 我們看了一下 其實有些報導是說 他佔用中線 而不是超速 所以佔用中線 我們再來談 包括國道跟交警 他們的執勤的一些SOP 恐怕沒有辦法用所謂的 科學儀器進行舉發 就是不可以 被你開單 就是要給他攔下來 攔庭檢舉 所以警察就把他攔下來了 攔下來警察 這兩名警察看起來都是完全遵照 這些職勤的一些規則 把他攔到陸間 這不就是護攔啦 這是陸間 這是外線道 攔下來之後呢 一開始呢 就是在這邊去做職勤 開單 然後後來呢 要給單的時候呢 他們是到這裡來 那這裡呢 就是陸間 可是呢 這一台造勢車輛呢 是從中線這邊 跨過這個車道 再撞到這個違規車輛 我先請教一下民警大哥 這樣的職勤 有問題 有爭議 其實在道路上面 從不管從市區 或者是高架道路 到高速公路 他職勤的概念 大部分都是一樣的 唯一的差別 就是比如說 你要保持的安全距離 或者是警戒距離 可能市區比較短一點 高架道路再長一點 然後高速公路會更長一點 但是原則上 像這種情況 他藍庭大型車輛 把自己的警車 開到大型車輛的前面 然後明明警報器 示意他靠路間 原則上這個是 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那但是這個案子裡面 比較特別的是 其實在高速公路 我們知道他路間 其實蠻寬的 那以往在高速公路上 我們發生的一些事故 譬如說前面有掉落物 或者是前面發生事故 有故障車 你把警車載路中間 當作一個類似像 警戒的物品的時候 被追撞的機率比較高 像3月31號 國道就有一個連結車 差一點撞到 對這個保護這個故障車的 這部警車 這是比較常見的 但是這個案子比較特別是 因為其實他已經移到路間 正常來講 我們的車子是不會開在路間上面 是的 但是這個駕駛人呢 他已經是疲勞了 他把在路間 因為這個車子停在路邊 他一定會閃燈嘛 而且他也會有 紅色的煞車燈 他是追著前面的車走 所以他把停在路邊的這個地方 當作是另外一個車道 他的車子才會開到路間上面 要不然他如果說是正常的 一直按照自己的直線 走的時候是不會衝到路間上面 您的意思就是 這兩名員警郭正雄跟葉家豪 在執勤的方式上 沒有任何的疏失 對 也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如果沒有任何疏失 也就是所有的國道警察 或者是平面道路的交通警察 都會採取這樣的方式去開單 對 而且到路間 其實已經算是比較安全的位置 也就是說 所有的國道警察跟交警 都會冒著生命的危險 這種情況都還是會暴露在危險當中 尤其是像他剛才 我所提到的 他在遠遠的 在遠的距離裡面的時候 他已經疲勞了 所以他是認不出車道的 但是他會跟著這個燈光走 他會跟著燈光走 所以他就看到路邊 路間有燈光 他是以為這個地方是車道 可是其實他是偏離向路間過去 我會看到國道 等一下我們會談 國道警察其實還有一些宣導片說 這裡絕對不應該佔人 這裡就是所謂的斷腿區 是 但是警察也是站在這裡 不是 他們是照理講 你們在開單跟對方講話的時候 他們站到那個路邊 有一個那個護欄這邊去 可是他們已經開完單 要走回來了 要走回來了 就是這個時候 死亡的時刻是在這裡 問題是你停了之後 你就算是你要到路邊 去開單 去講話 你還是要走這段距離 是 那你最後一定要走回來嗎 就好像說 我們說後面要擺這個原椎筒警戒 那我擺原椎筒 一定也是有個時間 我不可能說車子一停下來 原椎筒自動放在路上 我還是要擺 所以看起來 還是有來回走的這個時間 就剛好這個空檔裡面 站的位置不是問題所在 問題可能會兩個 最重要是 為什麼這一個人開車開到睡著了 對 而且開到路 這是很罕見的 他是一定是追著燈光的方向走 第二個 為什麼國道警察非要把這一台 第一台攔下來 他不能說用行車記錄器拍到 不管是他占用中線或是超速 他只要用科學的儀器拍到了 後來再開他單補就好了 那當然在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裡面 他有規定哪些違規 是可以用科學進行舉發 有些是不行 那另外最近在網路上 大家有在討論說 是不是這個藍庭跟進行舉發 他的這個規定不一樣 但是其實一百零六年之後 他是規定是 沒有強制規定藍庭 一定要多於進行舉發 可是如果在實務上來講的話 我們大家都知道點數嘛 績效點數 事實上藍庭是比進行舉發高很多 雖然他沒有強迫你 可是大家也知道 很多警察是為了績效而生存的嘛 我們還是還是要顧慮到自己 譬如說升遷啊 工獎啊這些東西 藍庭就是比進行舉發的分數高 那如果可以的話 他覺得我現在既然看到了 欸我藍庭 我可能我可能藍庭這一件 我就可以掃開二十件進行舉發的 好對他來講 可能這個是比較有誘因的 所以他有的時候就會冒著藍庭的危險 來做舉發這樣的情況 我們等一下會談說 警察在執勤的SOP 還有一條規定 除非所謂的非常危險 不能藍庭 否則警察在執勤 應該以藍庭為主 對因為這樣才有 對民眾有一個教育的效果 第二個是有可能民眾在事後會申訴說 他可能在同一個時間裡面 可能被開了五張六張 那他說我都沒有受到 譬如說警方啊 或者是政府機關 政府機關給我告知給我教育 那他會做這方面的申訴 所以這個也是在事後 其實會產生很多的爭議 因為我們在過去很多報導裡面 就有看到說 這個違規人可能被開了 連續一個禮拜之間被開了十張 十五張的罰單 但是最後他去申訴說 我第一次違規之後我不知道 那你在這麼短的時間之內 你就給我舉發這麼多 那可能在事後 這個執勤的員警 也會受到一些這個民眾的 所以政策上或是實務上 都會逼得國道警察 絕大部分情形 他用藍庭 對他如果有藍庭的機會 如果真的很危險 當然是不會藍 其實像這個情況 其實他看起來 沒有那麼大的危險 就是說他按照這個SOP 把車子藍下來 然後沒事 路間停好了 可是沒想到碰上了一個疲勞駕駛 根本連路間都沒辦法注意 沒辦法安全駕駛 這樣的一個情況出現 那才會暴露在這個風險當中 所以李老師 就是剛剛那兩個問題 第一個為什麼非把它攔下來 你如果佔用中線或超速 你就把它攪起來 開閉就好了 為什麼非藍庭不可 第二個最重要的 疲勞駕駛 開到處 看起來不是唯一的 應該是常態 為什麼 對應該這樣說 剛剛我想時間大概有講說 這個誘因嘛 那我們交警在 就是國道警察 在做這個違規取緝的時候 他會以藍庭為主 因為對他點數會比較多 而且當時在凌晨四點多 車子也不多 他認為風險也比較低 藍庭應該是應該是不危險的 所以他採用藍庭 但是我們現在就變成說 我們要去討論 這個科技執法的可行性 那科技執法 我們現在來看 民眾現在都可以用行車紀錄器 去做檢舉違規的行為 所以我這邊也正好利用這個機會 去檢討一下 我覺得將來 國道警察在做 國道上面違規事件的取締的時候 他可能有幾個項目 或在幾個情境之下 必須要用科技執法 比如說輕微的違規 他如果走中線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代表說 他這個路段 不是抑造式路段跟時段 然後本身的自我防護的機制 也很重要 這幾個因素加起來 我覺得如果用科技執法 鼓勵在某些情境之下 用科技執法 那這種情況的話 將來以後的風險就會降低 所以特別警調是在某些情境 而不是所有情境 都不得難停 因為如果說這一台車 從基隆沿路超速 譬如說都開百五百 你其實就應該在所謂的桃園新竹 把他攔下來 不然他會在哪裡撞到人 不曉得 又或者是說他任意變換車道 你一發現你不能說只靠拍照 對 因為會來不及 他會繼續有危險 但是如果在大多數情形下 他不會造成立即的危害 譬如說只是占用中線 你就把它攔下來 科技執法 我覺得針對這種違規的車輛 他還可以警示 還可以上去更一段時間 然後收集到足夠的證據 因為將來科技執法 將來會有爭議 因為你是用影像 或是行車紀錄器 那為了避免這些爭議 你就必須要收集足夠多的證據 不過這個科技執法 內政部現在也在檢討 要來去做修正 但是最最最最大的問題是說 今天一百多名國道遠景排成兩列 像載送國姓和夜姓遠景大體的車隊之一 部分同仁更不禁流下眼淚 整體事件是發生在二十三號凌晨 兩名國道遠景 在藍茶違規車輛時 卻遭一輛行駛於外車道的大貨車 從後面撞上 兩名遠景和違規駕駛三人當場死亡 警方調查 肇事的大貨車司機沒有酒精反應 但疑似疲勞駕駛糧貨 不過事後外界也質疑兩名殉職員警 因為站在兩車之間的斷腿區才會 遭致不幸 其實國道遠景的工作風險很高 不光必須在車輛時速動輒破百的國道上執勤 還要面對獨駕或疲勞駕駛等各類狀況 而包含這起事故在內 近八年來已經有四名遠景在知情中喪命 三十三人受傷 為了防止悲劇重演 內政部將和交通部討論 要用科技執法來降低遠景藍茶的風險 俊傑你也有大車的執照 所以你也開過大車 也算沒有開過 就是說有去考過這類的駕照 那也有上過那種車輛看過 開大車哪有車的 就是成為人家的故意 其實我那時候算是跑小車的 只是說大車那時候是可能 就因應說未來可能會用到 我先說一般開大車 風車的正常走 不要說這樣二十幾天都沒有睡眠 正常一星期走五天 合理的公時 一個月差多少 你要看跑的距離 一般的 你如果像有南北的 如果是跑南北的話 一個月可能八九萬十萬可能都有 八九萬要拿命來換嗎 這個就要看也是有可能 也是有可能 也是有可能 這個都是有可能 因為他如果南北的話 他們就是說 喔我從高雄出發到台北 然後再從台北再 或再回到高雄 這樣他才有算一趟 我們來看看 這一次出事的這個陸以豪 就是從後面把人家撞上來這個 他開車年資十二年 然後呢負責是載乳品到北部 四月二十二號 阿波五點 岸高雄出發 一直送一直送 開超級五百公里 開到街頭上 一早四點三十四分 凌晨的時候 從下午一直開開到凌晨呢 打瞌睡 撞到路間的這個大貨車跟警車 導致三人死亡 四月一號到四月二十二 現在也在四月二十五年齁 他連續上班二十二天 沒有任何的休息 至少七天的工時呢 是連續超過十二個小時 四月一號到四月二十一號 總加班時數六十六個小時 也超過了勞基法的法定上限 我再請教一下蔡大哥 這很普遍嗎 一般 這還不算超的 一般你大大車 以拖車來講 這個算普遍 不算超的 對啊 算普遍啊 一個月到現在 上班二十二天 還不算超 還算是很普遍正常 普 其實算普遍 所以你們很多是 一個月三十天 三十天都在跑車 以車為家 睡汽車旅館的一堆 所謂睡汽車旅館 就是說 拖車頭的後面都有一張床 晚上睡那張床過夜的 叫做睡汽車旅館 就自己開汽車旅館 對 那一台車就是汽車旅館 對啊 我們來看 為什麼要這樣 說實在 我如果可以輕輕鬆鬆 賺個八九萬 我幹嘛要拿命來換錢 我們來看看 譬如說 這是我們做過一些調查 某間公司還算大間的 那跑一趟車司機到底可以賺多少錢呢 如果說從基隆 再貨到林口 一趟 一趟呢 可以收四千 你不能說四千 很多喔 四千是車子要你的 你要想你一台 你車頭頭多少 三四百萬 一隻車頭三百去一條 車頭最少三百 對 所以你光你那一台車 你就是要三四百萬的這個成本下來 你還要刮半價 好 沒有底薪 這個是靠航的 一趟四千 但是呢 這個貨運公司要抽成 對啊 抽一成 抽十趴 所以呢 大概司機可以實際拿到三千六 你不能說一座 多人到外面三千六很好賺 包括說你車的母順 買的成本 有錢 過路費 過路費 這就看多少了 好 如果說呢 你是受僱 你沒有車 那你一趟跑起來多少 七百五十塊 絕大部分的錢呢 因為車子是那個公司的嘛 都是公司拿走 所以你一趟呢 只拿七百五十塊 如果跑遠一點的啦 當然就多拿一點點 譬如說到桃園呢 一趟賺九百 到台南呢 一趟可以賺三千二 我又請教蔡大哥 這個呢 譬如說走到台南一座三千里 有錢算真的 算公司的啊 所以他就是直接拿到口袋 就是三千六 對啊 那一天最多就是跑一趟 怎麼可能跑兩趟 那個一趟下來 都絕對超過十二小時 一天如果跑一趟 一個月如果跑二十天 也不過是六萬多塊 不可能每天有一趟 因為你知道以貨櫃運輸來講 有高雄港 基隆港 台中港嘛 他台南的客戶很少 會從基隆這邊下去啊 是 他一定究竟嘛 不是從高雄 或是從台中 他就變短途了嘛 所以對這些大車的司機來講 根本也不用老闆 要求你加班多跑 你自己就是有錢 你就趕走趕走 這個就是薪資結構的問題嘛 當你在低底薪的制度之下 老闆不用自己看 不用自己吹 你自己就吹給老闆看 因為你沒照沒錢嘛 對不對 低底薪就是這樣嘛 第二個有假你不敢休嘛 是 你休假你就沒有錢嘛 是 你寧可把假送給老闆 你也不會去休假 是 然後再來 週六週日 老闆不用逼你出來加班 不給你加班位 你要帳號出來跑 大家興趣 他知道嗎 沒照就是沒錢嘛 然後你再看剛才那個司機 連續坐二十二天 你現在看是二十二天喔 萬一他那一天如果沒出事 後面要再連結幾天 是 誰敢預測得到 他做是12天 他快要做嘛 他是快要做嘛 他是快要做嘛 他是快要錢 不是快要做啦 為什麼會做到成這樣 你看連續做二十二天 每天十二小時 他回家能幹嘛 除了睡覺之外 還是睡覺嘛 俊傑這樣就可以解釋說 為什麼我們不管是開在高速公路上 開在一般的道路上 你如果看到旁邊那個大車都開很快 你如果稍微比較龜速一點 他就給你巴巴巴 他就給你閃大燈 還是說他就一定喔 不能是載載所謂的最外側 因為外側都開很慢 他可能就是三不五十 要到中線或是到內側來 然後再切出去 那種變換車道 或者是說八八八 他明明累得要死 他還是一定要很趕很趕 因為沒走就沒進 對 關鍵的問題就是這裡 對 尤其你像是靠航的那種 都是這樣 我以前的工作 就是有那種接觸工地的 那那個工地 他們就是像立青 路面刨鋪這種 他們要負責在廢料 或者是立青的部分 他們可能一天 今天這條路大概幾公里 他們今天做到什麼程度 那因為都是司機在輪排 就是今天來 例如叫二十個司機來 那這二十個司機 他們就要去趕自己的倉書 說我一趟就是多少錢 那我能夠利用這個 利用這個時候 趕快去多跑幾趟 趕快多領多少錢 他們的做法 是用這個方式在賺錢的 所以說有的時候 他要趕倉書 他就可能會開快車 那也有可能就是看到前面的汽車 他就覺得說你在擋貨的路 我就會閃你大燈 我就會閉你車這樣子 是 是 我請到 這是很少數靠航的司機 才會必須用命來是換錢 還是說絕大部分開大車 不管你是靠航的 不管你是讓客運行 或是貨運行所聘請的 通通都得靠所謂的多跑 才能維持基本的薪資 基本上都是這樣 那有的公司好一點 像我爸他們的公司 是有一個基本的薪資在的 那其餘的就是說 你看你一個月跑多少 那當然你跑的月省有 後面的錢是你的 那就剛剛像蔡大哥說 那個是屬於很老的公司 才有的制度 那很多公司 其實都沒有這種制度 如果是這樣 李老師就是 我們所有的這些規範 都幾乎形同虛設 因為什麼 司機自己要多跑 不是說司機在驗走 他實在是底薪太低太低 你如果底薪保障六萬塊 一個月也許跑個十五趟 那就沒問題 不是 底薪保障多少 三千兩百塊 然後呢 你就一定要一個月 跑個二十幾趟 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來看看 現在的這些勞動規範 有設 到底有沒有意義 第一個 延長公時連同正常公時 一天不可以超過十二個小時 所以蔡大哥就是說 超過十二點今天太平產了 長公時一個月不可以超過四十六 一個月不可以超過五十四 如果經過勞資同意的話 輪班至更換班次 至少要休息十一個小時 七天呢 最少要休一天立假 一天休息日 然後呢 工作時間 熱車 駕駛 駕駛 洗車 保養 加油等等 都要算在工作時間 休息時間呢 是最少最少一次要三十分鐘 說得太痛了 這完全不存在大貨車的這個行業 對 因為看起來這種規範 對於貨車的價值來講 他寧願不遵從 因為他要多賺錢嘛 所以基本上他一定會違反 這樣子的相關的勞動的規範 然後看我們要怎麼樣來做 相關的稽查 不過我覺得這個講起來 是沒有辦法去落實的 那我們現在政府或者是法令 對於大貨車 我們有具體明顯嚴格的要求嗎 他的休息工作時間 有 他有嚴格的要求 有 上次我們那個客運的嚴重車禍之後 這個要求就慢慢就比較一致 然後有相關的規範 但是是對大客車 遊覽車 對 大客車 大貨車也有 對 類似這樣子的勞動規範 可是我剛剛特別去強調 像蔡大哥講的 如果我們以這個貨車的駕駛 他想要多工作 多開車 他才可以養活家庭 那基本上他不會遵守這樣的規範 因為遵守這樣的規範 他賺的錢絕對不夠用 我覺得這才是真正的問題的源頭 所以政府是沒有武器可以用 還是明明知道問題 但是他不去去做嚴格執行 除非是他是非常常態性的去做稽查 有沒有這樣的人力來做這樣子的事情 我覺得那個看起來的可憐性是蠻低的 郭明警大哥你怎麼樣看待 這種是不是真的所謂的制度 殺死了這兩個郭道警察 因為這種東西其實是很現實的事情 像那個蔡大哥他們開大貨車就知道 大貨車其實他也不怕你罰錢 公司也不怕你罰錢 錢對他來講根本就不重要 公司怕的就是你公司的執照被吊銷 不能營業 司機來講他就是怕他違規祭典 怕被祭到了不能夠開車 所以你交通警察攔下來 只要不是扣點的 他隨便你開 隨便你開他無所謂 公司也是一樣 只要不是會讓我營業受到影響的 你罰錢隨便你罰 反正我這一趟賺的錢一定滑得來 因為我不是不可能我每一趟都被你警察抓到嗎 那我可能十趟二十趟我錢已經賺夠了 他本來就有預算這個是讓你罰錢的 同樣的這些貨運公司 他本來就有預算到 我被你這個什麼老錢什麼抓到之後 我本來就準備一筆錢給你罰的啦 那而且對於這些司機來講 他很殘酷的現實是 像以前有時候我們攔這個違規 說你這個時間就不能進來 你為什麼要進來 他說我不進來 你知道台灣有多少人 他要接這個case 那我今天我如果不接 我的老闆找了別人 他不是我今天沒賺到錢 是可能明天後天下禮拜 他就不找你了 對他就找別人願意違規的那個人去再嘛 對所以變成是 其實他們這是一個很殘酷的競爭的環境 是那剛才蔡大哥講那個睡覺的地方 大家可能不知道 他們車頭的後面是墊一塊大木板 上面可以睡覺 而且有帶老婆小孩 連那個嬰兒床在那邊換尿布 泡泡那個奶粉的東西都有 那就是他們的家 那為什麼他有時候一趟很遠到臺北 他可能要睡三個小時四個小時 然後再回南部 所以其實他們等於是二十四小時都在貨車裡面 其實講這個十二小時是 算是很含蓄的啦 其實他們是二十四小時都定在這個車頭裡面 除了上廁所 大概不會離開這個地方 他們是很殘酷競爭的一個環境 搞不好上廁所也在車子裡面 很殘酷競爭的一個環境 對他們來講真的是 這種要用時間去換取的 為什麼他要開快 我雞湯一座 或者雞湯一座錢 或者是我已經很疲勞了 我也會想要趕快回家趕快休息 所以他會越開越快 這個都是造成現在有這個原因的 那像我們說疲勞駕駛的一些造勢 其實你根本沒有辦法證明 他是疲勞駕駛 你三十萬件四十萬件的車禍裡面說 兩千多件是疲勞駕駛 那個是他剛好願意在筆錄裡面承認的 其他的你根本不知道他造勢的時候 到底是什麼樣的精神狀況 你根本不知道 是是這種黑數實在是太多了 我請教你 所以如何制度上去改變 或是改善現在的情形 是說只要是這種比較嚴格的 或是嚴重的違規事件 這個駕駛就要祭典 讓他扣照甚至掉照 讓他沒有工作 還是說聘請他的這些雇主 如果因為管理不當 譬如說超時工作 或者是說沒有遵守勞基法 就要讓他沒有辦法在業界活下去 我們再來看看 這間所謂的雇主聯權運通 那其實大家也在談說 這個是錦山集團 不是只有這個聯權 他周邊還有很多公司 都是常常這樣子 譬如說二零一五年在桃園市 就是駕駛連續出勤超過七天 二零一六年也是連續出勤超過七天 而且出勤紀錄也沒有記載的詳實 然後一七年八月 一樣這個聯權運通 也是連續工作超過七天 禮拜天或是例假日 也沒有給假日工資 然後高雄市的時候 也是連續出勤二十二天 輪班沒有達到十一個小時 我意思說你是要重罰駕駛 還是要重罰業者 我覺得說在這個制度上面 第一個當然說 你對他們的罰則提高的話 當然他會比較害怕 那第二個是你制度性上面 就是你要讓這個行業裡面 你要有一個基本的底薪 就像蔡大哥講的 我就算都不工作 那我可能會有一個基本的 生活的水準在 那第三個就是你要設定一個 駕駛的里程的上限 比如說我到多少上限之後 其實這個在這個月或者是 在這個禮拜之內 我的駕駛是不能夠超過這個上限 那如果超過這個上限 我甚至可以說 你就是不能跑 或者是我不能給你這個 高過這個工資嗎 你才不會想說我跑十趟 我就賺十趟的錢 那你就是跑六趟的錢 或跑八趟的錢 那我想要設置 想說你如果能夠設置 這樣的一個制度的話 可能會讓大家的所得比較平均 而且可以拿到一個基本的水準 一個就是讓所謂的這些大貨車 大客車的大型車駕駛 有一個確定的底薪 不是三千兩百塊 至少是要最低工資 就算他那個月生病 或是這個所謂的身體不好 都沒跑 他也要拿到所謂的最低的這個薪資 至少要兩萬塊以上 還有要設一個最高的跑的趟數 或是行車的時間 里程數之類的 不能說他一個月跑三十趟 你也讓他跑 因為那個不是說 你只賺到錢而已 然後你會害死其他人的部分 可是我再請教一下李老師 剛剛我們談到說 其實真的有很多業者 給這些大貨車司機的底薪 就是三千塊 就是四千塊 那排名了 違反勞基法 我們政府怎麼都不知道 對啊 我覺得這個我也蠻意外的 如果要規定底薪的話 政府必須要帶頭來做 我們現在不斷地說 我們不要二十二K 可是我們看我們的貨車的駕駛 這麼可憐 你的那個底薪這麼少 他一定要耗費很多的心力去駕駛 才可以賺到他足夠養家的 這樣子的費用 這個是完全不合理的 所以我們今天討論完之後我也建議 政府一定要正視這個問題 那底薪的這樣子的一個政策 一定要落實 而且要去詳加去嚴格的去規範他 蔡大哥都沒有來 因為您是工會的嘛 就是你代表是很多很多的貨運倉儲公司 都沒有去勞檢喔 我坦白說一個東西 底薪的問題 我覺得應該法令上要制定一個就是說 底薪佔總體薪資比的比重 譬如說你如果五萬塊 你底薪可能要賺到六十趴 我覺得這個才有意義啦 占他總薪資比的比重 去設一個趴數 我覺得這個第一個有意義 至於老姊的問題 我講個坦白一點啦 這是我個人的感受 今天一個老姊 你開一年開出一張一千張發單 數據出來開一千張 可是他後面有沒有公布說 到底這一千張裡面幾家改善啊 如果沒有半價改善是零 如果一個勞檢 我今一年我只開十張罰單 可是我十張罰單裡面有五家改善了 請問主持人哪一個績效比較好 當然是有改善好啊 對嘛 政府罰錢是為了改善 可是我們現在政府公布的只是開罰 到底有沒有改善 沒有人看到 你就像這間啦 一五年就去用勞檢了嘛 沒辦法有這個資料 一六年一樣 也跟勞檢 也還有這個資料 一七年又一樣 一八年又一樣 再兩天前 都死了 所以說嘛 我說改善才是重要 而不是罰錢 另外我要提出一個問題 其實在整個貨運業 運輸業 這種低運費的時代 其實政府要負一半責任 所謂的油價政策 那油價齁 你只要去三角 三角 你去五角 一塊五毛錢 那運費還是調不上來 但是油價 油價再往下降的時候 三毛三毛 降第二次貨主就要求你降價 所以那個運費就一直往下大 除非說你有可能說 我一次就是跟他佔個兩塊 佔個三塊 那個運費才拉得上來 他說的跟我們消費者 他的感受完全不一樣 油價漲的時候呢 業者就說 沒辦法我成本財館 就是跟著漲價 油價跌呢 從來也沒降價 你是油價漲呢 他不會給你多一點的錢 但油價跌 他馬上扣你錢 對啊 沒有錯啊 因為這個就叫做 溫水煮青蛙 你知道嗎 他現在起三角 老闆可能說 我自己吸收 還起三角 我自己吸收 起第三角 我可能找員工幫我付一半吧 第四次我就找你做股東 乾脆全部塞給你 就是這樣嘛 然後在這個東西 坦白說 很矛盾的東西 你如果一次政府 讓他漲個兩塊三塊 整個物價上漲 政府考量到民視受不了 可是你有沒有想過 今天整個貨運業的運價 壓縮到這個程度 其實就是因為這個政策所害的 我們再來看看 是不是整個制度 出了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逼得所有的大車呢 都要成為所謂的國道跟道路殺手 大貨車追撞上來 正在路邊開單兩名原警 和一名違規駕駛都不幸死亡 肇事的大貨車司機二十三號工程 因為上班超過十二小時 疲勞駕駛才會釀貨 高雄市勞工局隨即到聘估他的 聯權通運公司高雄派公所稽查 結果發現司機當天開了五百公里 工時超過十一小時 並且連續上班二十二天 在這二十二天裡面 他都沒有所謂的立價休假 然後第二個他在到二十一號截止 他的加班時數上限 也已經超過法定的四十六小時 勞工局調查該名司機四月有七天 上班超過十二小時 其中有兩天更超過十四小時 光是計算到二十一號 加班就已經達到六十六小時 超過法定的四十六小時上限 雇主嚴重違反勞基法 且是雷犯 將以最高罰還三百萬元開罰 一百零六年八月的時候 也因為違反了相關的勞動基準法 有裁罰在案 所以說我們會對他 處以最高三百萬的罰還 聯權通運是景山交通的旗下公司 在業界已開快車聞名 有貨運界航空的稱號 交通部對於這起不幸的意外 呼籲司機應充分休息再上路 但產業工會感嘆 物流業底薪太低 必須用抽成跑湯來計薪 所以司機才會不要命的工作 產業工會認為 如果政府主管機關 不設法改善司機的薪資結構 這樣的悲劇 將不會是最後一件 不過俊傑我要請教你 以前我的經驗 以前我做學生的時候 都坐馬數嘛 搭公車 那公車也是都在飆車 然後呢 如果說這個站呢 只有一個兩個 像我們這種阿呆的在那邊等 他就過站不停 為什麼 他也算抓了 他多跑幾趟 他就多賺錢 他根本不想停下來 載你這個一個兩個 他根本不想說 在那邊慢慢的開 他多趕快開一趟 就是多賺一趟錢 可是後來整個政策 有稍微做調整 所以你可能會看到說 特別是市區公車呢 他會更謹守這些規範 之前我們在談到算遊覽車 他也都是算燙的 所以你會看到 什麼一日遊的這一種的啦 或是碟電話這一種的啦 也是都開到睡著 然後害死幾十個人這種的問題 可是後來政府有一些 比較大的一些規範 看起來也慢慢有在改善 大貨車 其實也是都 其實說真的 你規定是規定啊 業主他要不要理你 又是一回事 今天這個業主他覺得 反正點多就罰錢而已嘛 罰個幾百萬 對我公司其實沒有什麼影響啊 那我當然我就繼續違規的方式再搞啊 那我不能扣女兆嗎 調女兆嗎 你的營業執照 我都給你扣 你主管機關敢幹嗎 你主管機關敢做嗎 這個我就 就一直在講的 這就是一個 從頭到尾的一個犯罪結構嘛 從政府機關開始帶頭犯罪嘛 他先把那個修二之後 然後雇主去鑽漏洞 然後政府也不敢有作為 你交通部勞動部經濟部 他們敢有作為嘛 我敢說沒有人敢有作為啊 這個這個 我告訴你叫條子 對不對 而且還有 這些物流業的車子很多 他們的保養 我可以說是 都是用最少的 一天到晚就有輪胎皮 落在那路人 不然就是東西 沒辦法不會出 有沒有前陣子應該是 前陣子不是有那個國道 一家三口 爆胎死在那個 被大火車撞死的那個案件 是 去查才發現那家公司的車 已經有一半以上 全部都是幽靈車了 交通部敢去查這些車牌嗎 完全不敢 那有在做交通違規檢舉的人 他們常常會收到一個東西就是 這台車子已經與其註銷了 也就是 他已經沒有敗了 敗 公路橋沒收回 我一樣掛了 我一樣路人走 沒出事 你抓了沒有 你把我檢舉 我也不會怕發燈 我超速 我闖紅燈 你罰單也寄不到我家來 為什麼 這已經沒有牌了 這個已經不知道要罰誰了 還有那種人已經掛了 那個牌還在路上跑 幽靈車很多 交通部敢做嗎 那剛剛蔡佑講的 勞動部他只是他只能罰錢而已 公司敢 公司怕你罰錢 不怕 公司不怕你罰錢 反正我都不是說我早十座 十座都那麼衰 你罰到 對不對 我九座沒給你抓到 我就賺九座 對啊 我沒給你抓到 我給你抓到 我給你抓一座 我就假假就是真的給你 反正我本來我公司 就有預留一筆錢 我要來繳罰單的 我根本就不怕這個錢 但他們怕的是被掉 被吊扣那個 被吊銷那個指導 可是問題是 誰敢去做這個動作 沒有 現在罰單都是司機的 其實有一些 其實有一些 現在的運輸公司 不是罰單都是司機的喔 不是公司的喔 沒有我沒有問過 當然啦 你如果說 第一台公司 站中線 當然也發出機 對不對 像他們有一些罰單 是司機自己要繳的 就例如像是超速 闖紅燈 這個就是由司機去自己處理 物流公司 如果是微停 公司會吸收 你在客戶的門口 微停 那個公司會吸收 但是如果你是闖紅燈 什麼這種 駕駛行為的問題 基本上是你自己要吸收 為什麼駕駛要闖紅燈 就是他制度逼著他 要多賺啊 他們也不是這麼想 就認為說 你幹嘛闖紅燈 但是民警兄 不好意思啊 你也算是政府的議員 所以政府才是最大的幫兇 其實講這個話題 有點諷刺 剛才你說 一個月什麼超時 四十六個小時 警察每天都工作 超過十二個小時 而且一個月平均喔 平均超時工作 是一百二十個小時 平均喔 有的行事的都快兩百個小時 每個月 所以基本上 這個最過了 大家都過了 政府是最大的冠老闆 可是 在這個交通事件上 是否特別是交通部 應有作為而刻意不作為 因為其實交通部 在這上面能夠管的東西 其實也不太多 交通部能夠管的東西 就是你的車輛的運輸 跟他的配備 什麼之類的 可是你真正的關鍵 還是在於勞檢嘛 你幽靈車是路的走 那幽靈車你當然 其實平常警察 也是有在攔 交通部也是有在設點 在攔檢 問題是 就像我們講的嘛 那個僱主為什麼會講說 我不怕 我一百趟 可能你抓到一趟 兩趟而已 不可能全部都抓到 那這個是一個 普遍性 他敢在路上走 一個機率的問題 但是你如果說 能夠針對這個公司 能夠做他 對他做一些裁罰 那基本上 那這個公司 不管他是不是出幽靈車 他都會受到懲罰 那你幽靈車 你當然每天在街上 不是只有貨車有幽靈車 汽車也有 機車也有 但是你知道 茫茫車海裡面 你就是隨機去藍艇 總有一天會抓到 可是還是會有很多 漏網之魚 是 所以那個李老師 就是說如果制度 逼的這些大貨車 都得超速 都得 不能說都得 可能都要去闖紅燈 逼人家車 或者是說開車 開到打瞌睡的情形 你罰再多 他們的司機 後面還會有更多司機 一直進來 你如果不去對業者 去做制裁的話 問題永遠無解 但是因為政府 沒有足夠的法令 跟武器 還是說 是成為共犯 而不敢去做 我覺得現在政府 大概都有定一些 相關的法規 但是呢 我覺得要看執行的績效 像剛剛蔡大哥講說 你改善 你有沒有去追蹤 改善的效果 我覺得這一點 可以去政府 去利用這個機會 好好去做檢討 你有管理的機制 但怎麼樣去落實 然後呢 如果查到違規 你怎麼樣去追蹤 他改善的 這個相關的績效 這樣才可以去 好好去管理相關的 那個貨運公司 但是我這邊要提另外一個 比較 我個人是認為比較嚴重的問題 就要回到剛剛的勞檢的頻率 現在看起來 我看剛剛的貨運公司 一百零五年 再過來好像就 一年大概有一件違規 如果我們當我們查到 他有違規紀錄的時候 我們就必須要 能夠加密 他的勞檢的頻率 我覺得這樣才是一個 追蹤他改善的績效的一種 管理的回饋的機制 我覺得要就是 他是等於是 你不要說一年勞檢一次 每一次都檢查出問題 沒錯 但是你還是一年檢查一次 其實嚴格來講 你每隔這麼長的時間 才查一次 對他來講 就是繳保護費 對他來講 就是繳保護費而已 對 沒有用 對那個沒有辦法 就是我繳了繳了這筆錢之後 今年就沒事了 就是繳保護費 蔡大夫 我要請教你 針對業者 不是手機 尖對業者 不管是開罰也好 調照也好 對於這種交通安全 對於司機的安全 有保障嗎 還是說反而你們又受其害 我覺得這應該分兩方面講 第一個就是司機本身 就拿剛才那個例子 他做二十二天 十天不是要做 一定有 雇主一定有拋出一個耳出來 誘使他去做這樣的事 那你看嘛 已經做二十二天 出事了 如果沒有斷掉 搞不好後面連接到三十天 也不一定 是 然後你看二十二天 其實這個貨運業還有一個很大 人家不曾挖過的 有沒有人探討過 這些貨運業司機 有多少是擔心的 你看他二十二天 做十二個小時回家吃飯洗澡睡覺 家庭要怎麼看 然後如果二十二天之後休一天 他那一天能夠幹嘛 還是睡覺而已啦 那就整個除了工作 就是睡覺而已嘛 他的人生就是這樣嘛 那你看有多少家庭 經營起這樣的生活 這樣的品質 是 其實我覺得應該探討一個原因 就是說 還是回到我剛才講的 你的底薪要佔你總收入的佔比夠高 是 讓他覺得說 沒有那個誘因讓他去超時工作 甚至 超 就是說 搶家日加班 那誘因讓他減少 是 他會覺得說 欸 那 我超時賺的 跟我顧家庭的那個比重 那個感覺就對了 是 我跟他 休息人家庭 這個是對 世紀本身的部分 當世紀沒有意願 去做超時工作的時候 其實公司這部分 再加上我們政策上 能夠去落實 執行一些東西的話 我覺得這兩方面 同時下去做 他才會有成效 不過因為李老師 您跟那個政府單位 經常在開會 希望下次 不管是你遇到交通部也好 或是勞動部也好 就直接請他們針對所謂的現在貨運物流 是不是 你給司機的底薪 只有三千塊四千塊 好好去查 因為這擺明了違反勞基法 可是看起來 就照蔡大哥講 這是很普遍很普遍的情形 為什麼政府完全視而不見 你先把這個搞定之後 我們再來談談 是不是要保障底薪 是不是要限制工時 是不是底薪要佔全部薪水的多少比例以上 對 政府至少第一步先做了 不過我們再來看看 國道警察出事的情形呢 真是是太平凡 問題是在於說 執行的政策要調整 還是說這種非典型 大家車開的黑白人開 這種情形太過普遍 我們再來看看 之前這也是由交通警察 實名警大哥所提供的一段畫面是 那個是一個交通事故 所以故障車 就故障車 對 等於是警方在幫他介護 所以警察呢 警車呢就在前面呢 保護他啦 就跟他走的啦 然後警車在前面 故障車在後面 那警察就在前面呢 說兩邊趕快走開 去做這引導疏散車流 可是一台大貨車 也就是直挺挺的開過來 我們來看看 습니다 警察在後面 警察在還沒 工作室 非常 contro 這樣執勤方式有問題嗎 其實大家可以從畫面上看到 第一個 他擺了圓錐桶 而且距離可能至少有沒有到標準的一百公尺 不知道啦 但至少五六十公尺有 而且擺了好幾隻 第二個 他車子在那邊一定有警示燈 第三個 他人還在那邊指揮 他所有該做到的都做到的 而且還大白天 對 大家就想 剛才如果不是這個警車停在這裡 前面那部故障車會不會被撞到 因為那個以這個大貨車的這個速度 絕對來不及煞車的 因為我們知道大貨車本來的動能就是比其他車輛 還要來得更長更遠 同樣的 我們人的反應都一樣的情況之下 他的反應時間已經是更短了 所以剛才如果不是這個國道警察 他們有做好這些防範的措施 可能悲劇就會發生在前面那部故障車上面 其實這個是救了他們一命 那這個員警後來他跑的時候摔倒 受傷了 就躲這部車的時候受傷了 但是其實是逃過一劫 可是我們看喔 防護已經做到這麼完善了 都按照規定來了 他甚至人都還在這邊警戒了 還是會發生這樣的情況 所以這些在高速公路上面 如果沒有專心 或者是像我們剛才講的疲勞駕駛這些問題 產生的時候 其實你做這些防護都沒有用 我們如果叫你開車開八個小時 你敢不敢開 你一定不敢 可是你卻覺得路上這些大客車大貨車 一天開十幾個小時 是安全的 這不是自相矛盾嗎 叫你自己開你一定不敢 可是我們卻放著這些車子在路上走 這個確實是一個真的非常需要去改善的問題 不過我們來看看喔 其實這兩天包括之前警大的教授 葉宇蘭 葉老師也有談到說 沒辦法是你政策要求國道警察 一定要把人家攔下來 你還有一個比例嘛 我們來看看之前呢 警大前教授葉宇蘭說 這樣規定很不合理 在時速破百的國道呢 你要把人家違規車輛攔下來 就好像在槍林彈雨當中工作 交通部說呢 早年考量遠景當場攔檢舉發呢 比較起來說進行舉發 更能發揮嚇阻違規的作用 不過之前確實有說 你要把車子攔下來這個比例呢 必須要超過五成以上 也就是說你用拍照開單喔 必須在五成以下 他不能太多 所以大部分情形警察都要直接把車攔下來 不過從九十六年開始呢 國道呢就排除這種危險大量的超數 一百零六年開始 除了國道所有的道路呢 也都沒有說什麼攔下來要超過五十趴的這個規定 這是之前的一百零六年之後就沒有了 現在也希望說善用科技執法 然後呢要讓這個進行舉發執法的比例呢 超過七成以上 這反而政策上有一些調整 不過我們來看看法令沒有改 我們的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這是一個法啦 換句話說呢 講得很清楚 除非闖紅燈 除非違庭 除非說那個違規過棒 除非不服指揮警察逃逸 除非沒有讓警銷或救服車等等這七項 或者是說呢 當場不能或不宜攔檢呢 否則你通通要把人家攔下來 絕大部分情形 在這條法 你偷必須要國道警察把車子攔下來才能開單 還有說那可不可以說那個用移動式的照相 因為現在大家也知道說 道具有固定照相 沒有照相的就開很快啊 就可以違規啦 所以很多是移動式的照相呢 可是也只限說蛇行 禁速 行駛路間 或者是說超過一百一超過一百二這種超過最高速限的 才可以去攔下 才可以去進行舉發 就是拍照 我再請教一下民進大哥 法令就是逼得國道警察逼得交警 非得攔車不可 當然現在的法令 他是需要藍庭的項目 是比可以進行舉發的還是多一點啦 那不過當然你這個是也是 原警自己在處理違規的時候的選擇的問題 那所以我剛才講說像這個發生悲劇的這個案子 他的選擇看起來是沒有什麼問題 就是他那個情境下其實應該是可以藍庭啦 只是說你如果再把藍庭的比例再降低 那可能還可以讓這個比發生事故的比例 還可以再降低一點 那你如果藍庭的點數遠高過於舉發的點數 對 這個就是誘因嘛 剛才我們講的誘因嘛 那你如果說你把進行舉發 但是進行舉發跟藍庭舉發 你如果說把點數調得太接近 那其實以長官他們的心態就覺得 你沒在做事了 其實很多長官是覺得說 你要有藍庭有難道違規人 有跟他講話 這才叫做工作 你坐在攝影機前面不叫做工作 其實很多長官的觀念是這樣子 很多現在的長官的觀念是 你沒有站到路上 沒有站在馬路中間 沒有把人攔下來 你就不在上班 你站在路邊拍照 或者是坐在攝影機前面看 這不叫不叫做上班 其實很多長官還有這種根深蒂固 就是你人一定要在現場 一定要做事情 才是有在工作這個概念 郭劉老師 這是整個政府政策的問題嗎 我覺得這個規定一定要改 這個規定已經落伍了 我們如果按照我們現在觀念去修正之後 相關的法規一定要跟著去做修正 我覺得那個非常重要 我舉一個美國執法的例子 美國他為了去抓那些真正嚴重違規的 任意變換車道 他有變車執法 就是警察開著一般的車 把帽子拿下來 他就是專門跟在這些 這個惡劣駕駛的後面 去收集足夠的證據 然後利用這樣的方式來做執法 我們也曾經嘗試過 但是後來就不了了之了 所以我覺得透過科技執法 變車執法 我們重點是要抓到 那個最危險的駕駛 然後給他去做相關的規定的處罰 這樣才會遏制那些惡劣的駕駛 另外我要去強調一點就是說 其實剛剛我們講了很多貨運業的 真正的真實的情況 我們現在政府在推智會物流 那很諷刺 如果你推智會物流 我們連基本的這個貨車的運輸業 都沒有辦法從根本去把那個問題 源頭去做改善 是 那怎麼稱上這個智慧物流 我們智慧物流保障底薪三千兩百塊 對 這個太諷刺了 我覺得那個完全沒有辦法 從問題的源頭去改善 好 那個俊傑我再請教你另外一件事情 這個有沒有用 也要請教蔡大哥 說實在現在政府也不是沒在做事 他也就在做事 可是絕大部分這種科技的安全輔據 都比較是限縮在新出廠的大型車輛 那新出廠新車但是股幻的 那一百零六年 就強制所有新舊車都要 都要裝GPS跟行車紀錄器 要鎖彎的時候 還是倒退 倒退請注意 我們都會聽到 這個是只有一百零七年 今年開始 可是只限說 新出廠新型式的大型車 那新出廠新車 但是股幻的 這個是明年才會去做限制 視野輔助 是常常都會內輪差嗎 常常要鎖彎的時候 鎖彎的時候都鎖彎 那為什麼呢 大家司機都說 我沒看的沒注意到 可是這個所謂的視野輔助系統 就是有很多很多監視器 行車紀錄器 幫忙司機看路的 這個是從一百零八年開始 就是新舊型 但是新出廠的大型車才有 或者是說 也有車道偏離 像那個那一台車 你如果彎給 不是要所謂的切到車道 而是說你可能打瞌睡了 他就會發出警示 還是說 跟前車太靠近 會主動的這些煞車 這種所謂的主動煞車系統 或緊急煞車警示系統 或者是說監測 你那個把手拿起來 拿起來打瞌睡 這個呢 也會發出嗶嗶嗶 第一個有用沒用 第二個如果有用 怎麼只限新車 而不是所有的大型車 其實沒什麼用 沒用 真的沒什麼用 那你剛才把你逼你都沒逼 人就睡在這裡 我舉一個例子 那個真的是某一年 我真的是做一個不良的示範 那一年我跟朋友約台北跨年 河濱公園看完 那天我三天沒睡覺 我三天沒睡 那我跟朋友去陽明山說 要看日出什麼的 後來農務就沒有看了 我們就直接 因為下雨也不敢再走 我原路回去嗎 因為那個坡圖太多了 我們 就這樣子繞到淡水金山 這樣子回去 我下了百零橋之後 我怎麼回到原山的 我不知道 我一下百零橋之後 我完全沒有意識了 我不知道我怎麼回去 但我就是知道 我就這樣子回去 所以再怎麼逼都沒用 沒有用 因為你已經 呈現在那個眼盲狀態之下 你的腦子已經進入休眠狀態 蔡大哥這有好好不好 我舉一個很實在的例子 像我們高速公路哪一段會塞車 哪一段不會塞車 要怎麼改改善 我跟你講 我絕對不相信那些專家 你只要問國道高速公路上 遠景每天在跑的 他才是真正的專家 哪個時段哪裡會塞車 什麼原因造成的 就跟台北市的交通一樣 台北市交通的專家 就是那些計程車 而不是那些學者 所以你覺得強制這個 沒有太大幫助 重點還是要解決他的薪資結構 對 從兩方面左手 一個政府 然後一個改善基金結構 讓駕駛本身 如果要塞的話 有什麼經驗 要不然我就 不是真的不要塞嗎 照那個醫生刷交法案 就是這樣有差 吃 看電話吃沒有什麼關係 跟溝駕哪有什麼關係 怎麼可能 你到底是要正念這兒 還是生活這兒 按不住的保養 就是一張 放到簡歷上面的 一個稍微 就是又不太正式 但是看上去 比較有親切感的一種 你就用百度磨圖 磨皮兒 把眼睛放大 你把臉收一下 你就自己弄一下就可以了 這麼拍 怎麼可能拍出那種招牌來 那些年齡拍的都太醜了 你自己本來就長得醜啊 那比你長得好看多了 我的結局兒舒展了 然後呢 我一點問題都沒有 一點問題都沒有 一點問題都沒有 那有 那說明了什麼呢 那說明了你 你那個什麼病 從哪來的 你有點神經病吧 它不可能是自發的吧 這上帝人呢 真要用 想鹿菲菲 名叫菲菲 從小愛唱歌的女孩 戴著帽子在路邊收費 有天 她可以像鳳菲菲一樣 上台唱歌 爸爸卻失蹤了 落地來 想哭 下日 除 felt 適大的瑪雅文明 野性的墨西哥生態 瑪雅文化的世界 有哪些珍奇異獸 共同走过历史 建立生态的平衡自然呢 4月28周六晚上8点 生态全记录 也姓墨西哥 就在公共电视 在你的里面 我看见一座高山 他送礼在你的愤怒上 我盼我盼我盼 我丢起所有装在骄傲的行囊 是有图里面